題目指握了一個這樣的Data 而這個Data是正確的 而這個Data是用了Priority Bit Checking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Priority Bit Checking 有分Ord和Even兩種 顧名詩是單數、雙數 而這個單雙數是怎麼分的呢? 其實那個Mechanism就是整條Data 這一部分就是 1、2、3、4 應該是這樣 如果這個Data是正確的話 就會整個Data後面 就要加一個Extra Bit 但這條題目就沒有說到它是Ord還是Even 但如果它說它是正確的話 我們可以推斷到一件事 現在我們這裡數的1的數目就是5條1 1、2、3、4、5 這個Data的數目就是5條1 這個Data的數目就是5條1 OK 但這條題目就說 下面有一個是不對的 其中一個是不對的 其中一個是不對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的答案呢? 例如這裡有5條1 這裡有1、2、3 這裡有3條1 1、2、3、4、5 這裡有5條1 D呢?1、2、3、4 這裡有4條1 即使題目不明白也好 而這個D的答案呢 它零零射射 它1的數目是雙數 而它上面這幾個是單數 所以 我們其實 最後要加一個Priority Bit 無論是用Odd或者Even 也好 最後呢 都仍然會是D 這個答案是會與眾不同的 而它題目就說 有一個是不對的 那既然它這麼與眾不同 那它就是不對的 如果再簡單一點這樣說 我們數1的數目 就會比較容易發現到 即是哪一個是不對的 我們其實都不需要特別理會 那個Priority Bit都可以 是這個情況 但如果說回Priority Bit Checking 裡面 你是要認識的 如果我所說的Data 是00001111 如果這個是用 Even 的Priority Bit Checking 那這個額外的Bit 我們就會加0 因為我們要最後的Even 就是那些1的數目 要是Even Number 但如果是Odd的話 這個Extra Bit就會設1 那我們total的1的數目 就會是Odd Number OK 那希望這個都幫到你啦